南京女子想复合,花七万网上请大师施法。 结果,赵小姐添加了王某的微信,王某称法师是世外高人,不愿暴露身份,自己可做中间人帮忙沟通。 刚开始,王某表示需要些缘分钱,之后说法师做了法师,但效果不好需要再做一场,找各种理由让赵小姐付钱。 起见,赵小姐感觉自己每天到同一时间就想土,询问王某是否是法师在做法,王某表示是的,王某没有如约向赵小姐提供法师做法的照片或视频,几个月后和男友的关系毫无进展,忍不住向父母抱怨此事。 赵小姐父母意识到这是骗局,赵小姐在父母的陪同下报了警,警方已立案处理,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。